是的 主播受到封面影响 台北昨天夜间突然雷声巨响 下起大雨来 光复北路也受接口的一颗路树 发生倒塌 压倒路边一辆乡行车 而当时刚好有一名机车女骑士路过 遭波及受伤 警销货报赶到之后 马上将受伤的女骑士送医 经过治疗之后没有大碍 由于影响到两个车道的交通 警方也出动亲民警力 在场处理及疏导 消防人员也将路数拒断并且移除 另外北头区龙槐一路靠近堤防边 也有路数倒塌 树木崖倒路边停放的两辆轿车 索性没有人受伤 公园处目前已经派人处理 而在新北土城区的玉声路 有一间围老的建筑 一次受到天后的影响 在昨天晚间11点多 发生外墙倒塌的事故 剥落的砖块掉到一楼 影响到正在营业的麻辣烫小吃摊 当时还有客人在用餐 索性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消防局获报之后 已经派人前往检查 检视建筑是否仍有危险 以上是最新状况主播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